大家知道两岸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 那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在2002年台湾地区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名义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应当解除对大陆的相关贸易限制 那么在世贸组织历次对台贸易政策审议中 秘书处的报告都有提及 大陆方面也在发言中明确的表达关注 敦促台湾方面履行世贸承诺修改不合规的措施 但是台湾当局至今仍然当方面的限制大陆2400多项产品输入 近期中国食品土序进出口商会 中国五金化工进出口商会和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 向商务部提出了调查申请 商务部依据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和大陆的有关规定 决定就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的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